鋪上去跟這個女孩子就在沙發上 資深狗仔葛思琦拿出照片 爆料汪曉飛婚內出軌 照片中兩人緊緊貼在一起 申請親吻動作親密 另一張汪曉飛坐在地板上 背靠沙發依偎在女子身邊滑手機 看起來關係匪淺 小飛很常把女孩子帶回家 都帶在大S不在的新婚房 照片一曝光引發許多網友好奇 照片是誰拍的 還有人質疑難道是大S 在房內有架設攝影機 王曉飛你也不用再問我說是誰爆料的了 拍照的人不見得是跟我爆料的人 毀滅式爆料不止如此 葛思琦還爆料之前大S已經懷孕9個月 因為陳檢的事情有些想法分歧 跟汪曉飛發生爭執 小S站出來想要勸架 結果沒想到遭汪曉飛推倒 當時大S要求他跟妹妹道歉 汪曉飛氣一上來也把大S推倒在地 因此陳建招才會動手教訓汪曉飛 別人當時見狀就直接衝出來 馬上給汪曉飛一氣 PV媒體報導 S媽反擊狗仔 這位葛先生是住在我家嗎 我女兒被推最重要的是 我怎麼可能會讓我女兒吃虧 兩人對話訊息也曝光 張穎穎告訴汪曉飛 沒有任何明確的回覆 會去醫院把孩子打掉 但汪曉飛似乎很想留下孩子 要張穎穎冷靜 明天過後再商量 針對爆料 汪曉飛透過有人回應 目前心煩意亂 希望不要因為這些事情波及無辜 不過葛思琦並未到此為止 還預告下週有影片爆料 汪曉飛昔日的好丈夫人設 也宣告崩塌 記者綜合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抽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